血热是怎么回事 血热应该怎么调理 如文医生特药正家张雪 西安市第一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血热都是经常会有人问的 有人认为他自己头发白还是因为血热 血热的话在我们认为都是受了一些热血以后 使得体内热血过剩 热破血型表现出来了一些出血 比如牙龈出血 小便出血 大便出血 这一系列的病症 所以这些血热的症状的话 一是体质的一个遗传 有的那个干预体质的人 他就是天生的一种热血会比较旺盛 还有就是情质不调 干气不舒 甚至自食一些辛辣自腻的食物 都会造成一种血热的一种情况 所以在治疗方面的话 除了我们应用一些凉血止血的重要汤剂以外 平常自己的生活起居 像调节情质 不要过度的一些激动 劳累 甚至那个狂躁暴怒 不要自食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 都是对于自己血气的一种更好的调整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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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